我们每年举办一些活动 很多一些台籍的学生会到我们这边来 进行一些交流 我们可以辅导他们就业 你做到哪方专业 我们帮你对接到哪个单位去 第二个来创业的呢 场地的部分 还有你办证的部分 还有这个资源对接的问题 还有这个融资的部分的问题 我们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CD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画面中娓娓而谈的是来自台湾桃源的任一璋 他口中能帮助台湾青年解决各类问题的基地 是位于湖南长沙高新区的 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作为基地副理事长 任一璋一直致力于帮助台青在大陆稳定就业 他坦言 如今大陆发展日新月异 人才竞争力大幅提高 台青面临的选择和压力倍增 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经验 帮助他们找准赛道 更好的在大陆站稳脚跟 任一璋常用自己的跨界创业经历 鼓励台青大胆尝试 他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对赛车充满兴趣 18岁时成为一名业余赛车手 获得过台湾各类汽车赛事奖项 24岁那年他来到长沙探亲 一眼相撞这座城市 于是选择在此定居创业 刚开始的几年他从事通信行业 代理的一款手机曾达到湖南省销量第一 2005年 察觉大陆改装车市场处于空白期的人一章 决定回归兴趣 成立车行 并改装出许多受到业内好评的作品 2009年 我改过改了第一台这种很漂亮一个小车车 把一个小车子改成上面可以做一些饮品啊 这些用途的一些这个车子 12年的时候 也送到美国拉斯维亚斯参加车展 而且是唯一一台中国的车过去 还挂着像A的牌照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光荣的一件事情 车行稳定发展后 任一章又将业务拓展到设计领域 瞄准长沙繁荣的业经济 他将汽车改装融入街区设计 将不同风格的餐车搬入商业街 打造浓厚的夜市氛围 如今他设计的新业市集 已走进长沙 南京 泉州等城市 未来将面向文旅产业 拓宽汽车改装设计的应用场景 2021年 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任一章 受邀加入基地 为台青提供优质服务 现在在大陆来讲 对于台青 其实优惠政策各方面的东西 都是挺多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不了解 我是过来人 然后我觉得说 这个我们可以去协助到他 还是帮助一些年轻人 少走点弯路 而且也让他们就是觉得说 至少在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 任一章介绍 近年来他尽自己所能 将基地打造成了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家 帮助EPP台青在餐饮 设计 自媒体等行业有所发展 他说 在大陆生活这些年 自己去过许多城市 切身感受到各地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希望更多有理想 有能力的台青 把握机遇 来到大陆密切交流 发展就业 中文字幕提供